326呎九龙湾市中室一房单位 很贵 整个厅不算长身又不算厚 但楼底搭配够 一个大面积的落地窗 一个很宽阔的露台 梯形的 厨房就是一组L型的厨柜 工作桌面只有这么多 但如果一房也够用 通常这些位置就放电话锅的小型电器 下面也有一些收纳物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内置的小衣机 这边还有一些柜档可以给你装东西 然后这里就是厅柜的用途 方便拿东西 还有一个大雪柜 而我最喜欢就是它把浴室开在厅里 就不需要经房间入 这个很多发展商都做不到 浴室的空间很厉害和很整洁 储物量又很多 然后这边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就正正常常 我感觉窗子就开得小一点 因为它要避开老板 所以赚新一点 整体来说 彩队和通风都好 这些单位如果低层就500多 高层应该600多 但市中心320多尺 好住的 还有它可以变成一个圖刺的设计 但是看你随你喜欢 这些单位你又喜欢吗 这里就是会所 你看到其实都围绕九龙湾这边 这里你看到天桥 车 现在在会所二楼 看一些低层 景观是可以漂亮的 唯一问题就是车声 你能接不接受到的 但是它的玻璃就中空玻璃 你不开玻璃没问题 前面就是太风 这边就是启德 烟火器就是人气 生活器都有 整个环境就漂亮的 基本上有很多人坐在这里 最后一餐 还有这些 其实是一些灯火来的 小朋友的位置 都挺可愛的 还有个工作室 还有麻雀台 宴客厅 整栋建筑就298户人家 所以个会所是足够家庭下使用的 会议室可以设计的 然后这里就是阅读室 还有自修室都有的 出到去的花园 看自己的泳池也挺漂亮的 这里最主要有低层的景观 可以在这里看 因为拍展商没有开低层 我们只要透过这边 会议室那边 低层舞一下 感觉一下景观 我觉得距离OK的 下面就是BBQ房 这样的落地玻璃 这样的彩膏面 正的 只要没有声音的话 其实是一流的 这里就是reception 然后有免费的Wi-Fi 这里就是入口 然后是尊崩 没有到七瑜伽室 这里又是另一间 冰尺位和室外的儿童位 暂楼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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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